最近有个女生啊 她就参加了一个高端单身聚会局 在饭局上呢 认识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士 两个人呢 聊得很开心 互相敬酒 喝着喝着呢 这个女生啊 就有点喝多了 到了大家快散场的时候呢 男士看到这个姑娘啊 微醺的状态啊 就提出来送她回家 女孩这会儿呢 半醉半醒的哈 就答应了 于是呢 男士就叫了辆车 带着姑娘啊离开了 这一上车呀 女孩就倒在后座上哈 没说几句话呀 就睡过去了 问她坐哪呢 也没说 叫也叫不行 男士这下心情啊 就有点复杂了哈 该怎么做比较好 想想也不知道她坐哪 大晚上的 也不能就在车里等着 坐哪去都不合适 于是呢 她就自作主张了啊 让司机呢 把车开到了自己家的楼下 在车里呢 等了两多小时 这时候女孩啊 突然就有动静了啊 原来是要吐啊 于是呢 男士就扶她下车啊 女生呢 吐完了之后呢 就有点清醒了 哎 发现这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 也不是她家 就问男士这是哪儿 男士说啊 因为她刚才睡过去了啊 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就把她拉到自己家楼下了 目前呢 是半夜啊 快一点了 于是呢 男士就问姑娘啊 住的远不远 姑娘说啊 家住的挺远的 有点一脸茫然的表情 于是呢 男士就跟她说 要不就上我家凑合一碗 得了啊 你睡卧室 我住客厅 女生听着呢 也挺合理的 就点了点头同意了 于是两人呢 就上了楼 女生洗漱完了之后呢 就在男生的卧室呢 睡下了 男生呢 也在客厅躺下了 可是啊 后面问题就来了啊 他俩各自睡了 两个多小时之后啊 男生啊 在客厅越睡越冷 然后就开始敲屋室的门啊 让女生给他开门啊 女生啊 死活就不开 这俩人啊 就开始你一句 我一句啊 就真是起来了 男士呢 说自己睡客厅太冷了啊 想拿床被子出来 女生呢 就死活就不开门啊 说男生想要耍流氓 大家来说一说啊 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 处理的不好呢 相亲有这么直接的男生吗 最近呢 有一个92年的男生啊 他来走我匹配嘛 他条件挺好的 很快呢 就给他匹配到一个95年的女生 他们俩见面了哈 见面之后呢 聊得还不错 彼此呢 都挺有演员的 于是呢 男生就跟女生说啊 我觉得 你是我见过的 最满意的一个姑娘 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女生说啊 我觉得你挺好的 不过我们还没有那么了解嘛 可以再接触 接触再说 于是男生就说 可以啊 不过啊 在接触之前呢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不然呢 再接触也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女生说可以啊 那你想问什么问题啊 结果男生就说 你介不介意 我们互查一下 开房记录和就诊记录 这样就可以了解的更快一些啊 女生说我不介意啊 这个可以的 男生没有想到女生会统一啊 就很高兴的说 那我接下去呢 还有两个问题呢 你别太介意 如果你不想回答也可以 他说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过同居史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 你有没有打过胎 姑娘脸色突然就变了哈 他可能也是人了很久了 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八度说 你这个人哈 是不是有病啊 相亲这么直接问别人道 隐私的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什么人 好不好 是不是有人太过分了 难怪你乡了 三十多个女生全部都失败了 你活该你知道吗 结果这个男生说啊 怎么着 我还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吗 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女生 跟一个男生玩累了 然后呢 就找一个老实人结婚 当结盘侠 然后呢 还来操控我们家三代的积蓄 给你买房买车送彩礼 还得给你优渥的生活 凭什么呀 反正我做不到 我就是不想接受那些同居过的女生 跟离了一次婚有什么区别呀 如果还度过胎 那就不用说了啊 我宁愿这辈子不结婚 我也不找这样的 我就是觉得个应 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到底是有病呢 还是人间清醒呢 33岁算不算大龄生女呢 当然算啊 你也别不服气 你说你学历高 你想找个学历高的男生 应该不过分 你说你长得漂亮 那找个男生就得长得帅啊 这个是不是也不过分 你说你的收入高啊 有房有车 那找个同样收入也高啊 有房有车的男生 是不是也没有毛病 对不起哈 有毛病 这个就是你 为什么成了大龄生女的原因 因为你既要又要还要 综合条件这样好的男生 他缺女孩子嫁吗 他能找你33岁的 也能找一个23岁的 那人家为啥要找你呀 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姑娘 人家就能嫁得很好吗 因为人家懂得取舍 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挑男人的时候 只挑一两样 比如说哈 有的姑娘 他就想找个有钱的 那他就只挑有钱的 至于说这个男人的身高啊 长相啊 学历啊 婚况啊 年龄啊 他就完全可以不去看的 还有就是有的女孩子哈 他就喜欢学历高的 那只要这个男孩子的学历高 其他的情况 他就可以扑 太考虑了 比如说这个男孩子 原生家庭不怎么样啊 身高长相也不怎么样 有没有钱也不太在意的 还有的女孩子呢 只喜欢那种脾气好 性格好的 然后呢 那这个男孩子 有没有钱 身高长相 他也可以不在意的 还有的女孩哈 就不喜欢长得帅的 那只要这个男孩子 他足够帅 其他的短板 他也是可以 无限度的去包容的 所以呢 人家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呀 像咱们这种哈 什么身高 长相 学历 年龄 包括这个物质要求 精神需求 样样都要要的 那真的就有点难了啊 再加上你已经33岁了 那基本上啊 你不降低要求 这个是很难嫁出去的 大家觉得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咱们到评论区 八卦八卦 同居就等同意结婚了吗 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哈 最近她刷到过 好多这种视频哈 看评论区的男生们 都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那我就觉得哈 如果我是一个 同居过的女生 我就不承认我同居过 谁又能知道呢 男生既然嫌弃 有同居史的女生 有些女生也真是很傻的哈 男生问你 你就说没有不就完了吗 如果是我呀 我肯定不承认的 他又没有证据 怎么能发现呢 其实哈 我在这里告诫一下啊 那些有过同居史 或者正在打算 要跟男朋友同居的姑娘们 你要知道哈 同居的本质 其实就是结婚 你跟一个男的同居了 其实和结婚 没有什么区别的 你们完全过着夫妻生活了 只是少了那张纸而已 我知道很多女生 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 可是你该给一个男人的 都已经给过了呀 你相当于已经给别人 做过一次老婆了 你再换一个同居 相当于又结了一次婚 如果你和很多男人同居 那你就结过很多次婚了呀 各位 你一定要明白哈 实质性的婚姻 不管是有这儿无这儿的 只要在一起生活 做着夫妻该做的一切事情 那就是实质性的婚姻了 那张纸不是实质 那张纸啊 是用来划分财产的 日日夜夜在一起的生活 才叫实质 所以对此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 现在到底是谁 降低了生活质量呢 经常我都会听到一些女生说哈 找个条件差的男生结婚啊 会降低他的生活质量 那我怎么听呢 都觉得这句话 还是有点毛病 现在不管是谈恋爱 还是结婚 还是婚后养家养孩子 基本上啊 都是男人在承担经济开支 对吗 难道是女人在承担吗 好像也不是吧 女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 是因为啊 有的女人她认为 她不结婚的时候呢 她挣的钱都可以随便花 一结婚 她就不能那么花了 如果能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或者挣的多的 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呀 不但自己的钱可以随便花 老公的钱也可以归她 所以呢 其实真正降低了生活质量的 是男人 咱们来算一算啊 一个普通的男生 就算一个月他挣一万块钱 如果他不谈恋爱不结婚 那他不比一个月 挣几千块钱的你要过得舒坦吗 那个钱简直他都花不完好吧 发完工资除去了房租 水电一千多 一个月两千的生活费 足够他吃的很好了 二九八的洗脚是刚需 隔段时间就去节俭发 一个月呢 也一千不到 喜欢的游戏皮肤 直接全款拿下就好了呀 日子都过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还有一点钱也没花完 咱还可以给自己添置两身新衣服 时不时的呢 带兄弟出去聚个餐 喝个酒 撸个串 一个月下来 怎么也绰绰有余了 如果要谈恋爱的话 对不起 所有的焦虑和痛苦啊 都来源于女生的物质需求 男人们真的不要再被女生 拉低生活水平了 更不要去花没有身份的钱 真正喜欢你的女生 她是会替你省钱的 替你计划的 而不是一直在消耗你 所谓风吹哪页 毒哪页嘛 哪页难读啊 就撕哪页嘛 谁爱我 我爱谁嘛 这样的神仙日子 过着他不像吗 我看现在谈恋爱结婚 明明就是男人在降低生活质量 怎么还变成了贼喊抓贼了呢 大家说对吗 咱们不要再被那三千万男光棍的数据给骗了 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女光棍数量已经突破了 好多的女生还在做梦呢 还在挑挑拣拣呢 居高领下 认为相亲就是给男生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 找个对象呢 既要男人帅 又要男人有钱 既要男人有有趣的灵魂呢 还要男人有胸怀 给他万般宠爱 谈恋爱呢 天天的就钻研 怎么让男人对他灰金如土 怎么才能说三句话 就能把男人迷成智障 如何才能让男人把他宠成小公主 四十岁的男人呢 就叫油腻大叔 可是四十岁的女人呢 却叫小仙女 小仙女们还天天的 梦想着白马王子 高富帅 从天而降 我都不想说了 过去不管有多少人追过你 不管有多少人跟你谈过恋爱 事实证明啊 你确实失败了 败给了时间 败给了现实 这个就是被淘汰的结果 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优秀 有多么骄傲 大龄女生 你的结局啊 就是有价无事了 你必须降低标准 你们认可吗 我想再次奉劝大家 谈恋爱啊 你一定要素质素绝 特别是相亲认识的人 为什么呢 谈得越久越容易分手 如果两个人已经结婚了 真的不同 双方容易冷静下来嘛 大家再去解决问题 而没有结婚的人呢 一般都是从此错过 今天有个姑娘跟我说啊 她感觉啊 跟男朋友快分手了 该怎么办 都谈了五个多月了啊 我就问她 那你们推进到哪一步了呀 她说自己属于比较慢热的女孩 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呢 就不想确定关系 也什么都不想做 先促着看呗 而且自己家里的教育呢 也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 所以呢 谈恋爱她是从来不会主动的 并且呢 自己也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 所以到现在她们的约会呢 只局限仪在一起玩啊 看看电影啊 吃个饭 或者呢 去运动运动 最多呢 有个拥抱啊 连接吻啊 她都是比较抗拒的 那我就问她了啊 男生有没有带你见过 她的好哥们好兄弟 或者提出来见过家长啊 她说朋友的 是见过几个啊 见家长呢 提是提过的 但是自己拒绝了 那时候觉得还没啥感觉啊 不太确定 所以就没去 就这样啊 五个月了还没确定关系 男生之前呢 跟她表白过一次啊 她跟男生说 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 后来呢 男生就再没有提过这事了 但是 当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开始 逐渐接纳这个男生 也有些喜欢她了的时候 对方的态度 却已经越来越冷淡了 那我就跟她说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真的是要分手了 除非你现在主动去找她 改变一下你的相处方式啊 或者呢 是你跟她聊一聊 试一试 还可以自己跟她表白一下 结果她说啊 她根本就做不到 这么直白和主动 我说那你如果 还希望她跟以前的呀 以你为中心啊 可能不太容易了 因为每个人的复苏和耐心 都是有限的 你内心是喜欢她的 但是呢 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 都是在拒绝她 那么对方只会认定 你是不喜欢她的 她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 你仍然不喜欢她 那她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呢 所以谈恋爱一定要速战速决啊 除非你不想结婚 否则呢 谈到三到六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 女生不要那么慢热了啊 非得等到有了感觉 爱才行 男生呢 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 我告诉你 但凡半年一年谈下来 你们两个的约会 还停留在吃饭 看电影 聊天 双方家里人朋友 都没有深入的接触过 了解过 也没有谈过谈婚伦家的事 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 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走歪了 就这么谈下去啊 别说谈个半年一年吧 就再给你两年三年的时间 都是在浪费时间 大家觉得是不是呢 妈呀 90年的女生啊 就说自己不想结婚了 急得他妈妈一个劲的啊 求我啊 帮帮他女儿 今天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找我 一看这位母亲就很焦虑 她坐下来 就一直在跟我说他女儿的情况 90年的 之前也谈过恋爱 没成功 后来就来相亲 家里亲戚朋友给介绍了不少 就是没有相成的 要么就是他看不上人家 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他 后来呢 还勉强的接触了一个 他还是说啊 没啥感觉 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下去了 哎 这不实在没辙了吗 他想着啊 带他来这看看 结果呀 他女儿啊 不太给母亲面子啊 他说了一番话 我也是很无语了 他说啊 我其实已经不太想考虑结婚 这件事情了 过完生日 我都34岁了 老家说的话啊 虚岁都35了 目前工作还辞了 我还要重新找工作 我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 去找对象谈恋爱 再说了 我这把年龄了 我也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 目前最有可能的 顶多是自己要个孩子 可是就我现在也算高龄残富了吧 之前我也想过要嫁人 我做到了会持家 会照顾人 会包容理解和同理性 我也不物质 对他也很好 但是我还是被分手了 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 就想证明给那个人看看 我不比别人差 但是呢 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段时间里 我想了很多很多 因为我会自我怀疑 我甚至疯狂的打压过我自己 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差劲 为什么就是不能变得很好 而且我经常会在心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社会 为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 都不一定会被人认可 我做到了那么多 不管你多么会持家 多么贤惠懂事 你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 会被认定你是个失败的人 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 也许我真的很差劲 我知道我也没做错什么 可能他的离开 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 而是他不再需要我了吧 现在的这个社会 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 就是你这个人 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啊 你到底能赚多少钱 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我就想做我自己了 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 我喜欢睡懒觉 我就睡懒觉 我不想做饭 我就不做饭 我不想谈恋爱 不想结婚 我现在只想做个心安理得的废物 不行吗 没什么不好啊 我跟他妈妈听完了他这番话呀 我们都沉默了 其实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的 你们说对吗 相亲现场啊 总是这么狗血的嘛 27岁的姑娘跟36岁的小伙相亲啊 刚刚坐下来 相互寒暄之后 两个人就有点找不到话题了 然后这个姑娘呢 就灵机一动啊 那就跟那些视频里拍的啊 真是一模一样的啊 说那咱俩都是来相亲了嘛 要不然就说说条件 说说要求吧 要不你先来吧 于是呢 男生就开始说自己嘛 说那个自己现在在租房子住 也不太喜欢开车 上班呢 坐地铁挺方便的 工资大概20万啊 就这些吧 然后自己呢 想找一个不物质的姑娘啊 性格好一点的 能一起同甘共苦的 能过日子的 女生听到这儿啊 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她说不是吧 没人明明跟我说你条件特别好 是个富二代 怎么你们俩说的不太一样呢 我倒不是说我非得找个富二代 但是咱们得诚实一点吧 实话实说不行吗 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 那还大老远跑来相亲干什么呢 要真是这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咱们俩可能不太合适 于是男生说 啊那抱歉哈 我的别墅呢是在郊区 啊有500坪 上班因为太远了 所以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住 方便吧 我的车呢是劳斯莱斯 但是现在在单位上班 不太方便那么张扬 而且租房子呀 离单位特别的近 没有必要开车 地铁两站就到了 也很方便的 收入方便的话呢 工资就是这么多 家里的公司呢 也有个职务 所以一年大概有200多万的收入 这个时候这个姑娘啊 她的脸色啊 才正常了 于是她就说 啊那我自己的话呢 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 啊学历呢是硕士 收入跟你呢是差不多的 我的条件呢就这样啊 我的要求呢 跟你说一下吧 第一呢 我结婚的对象呢 必须在北京有两套以上的房产 婚前呢 其中一套要加上我的名字 另外一套呢 最好是以后父母退休了 也可以过来生活 可以来住一住的 第二呢 我们老家那边呢 财礼是50万 婚礼呢 是南方来操办 第三呢 婚后你的工资卡 得交给我来管 家里的资产呢 我也要参与支配 第四呢 我不太擅长家务 最好婚后 可以有保姆管理家务事 第五呢 她还没说到这一条哈 男生就开始打断她了 说 我觉得你的这些要求呢 我都能办得到 但是我有点犹豫 我想冒昧的问你个问题 女孩就很自信的说了啊 什么问题啊 你说吧 男士说 请问你的这张脸 整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啊